魏无羡是忘记了前尘往事,可不代表他成了个傻子,什么都不知道,相反,没了以往情感的阻挠,他能看得更轻,更透彻,他早已知晓上一辈的事情,也因此不愿有纠缠了,左右,他与江家而言是个外人,是个父母都提不得的倒霉孩子,还不如现在在道里身边开心。 而且,一个流浪许久的孩童,真的适合在那样的家庭成长吗,对此魏无羡也不想深究,毕竟曾经的他,就是这么过来的,不是,阿英,江叔叔只是被家中的琐事困住了,这不很快就找你了吗? 亲叔有别,我明白,是您的夫人吧,我是失忆了,没了记忆,可是很多事情都是可以打听出来的,只是我愿不愿意去,愿不愿意接受罢了,江宗主,若你真的还念及旧情,回去好好和于夫人商量,我已经长大了,有了自保的能力,不会像小时候那样了,更不会阻碍了您一家的生活,您可以宣告天下,魏无羡,脱离江家。 想必,于夫人会高兴的,反正他不都和道吕一起了吗,脱不脱有什么关系,听着让他离开道吕的话,魏无羡就猜他估计念及,这教养之恩没有脱离,可是,是不是傻,都是亲亲道吕的人了,那就是道吕家的人,报恩以后,若将家遇上什么难事了就帮忙,恩情早晚能还清,又不至于搭上自己那么多东西。 爱因,你和兰二公子关系再好,终归是要回家的。 江峰眠劝道,对这个对他带着几分敌意的魏无羡,有些头疼。 我和兰湛一起怎么了? 怎么了? 他的家就是我的家。 你口中的莲花物,我很陌生,你若真的是带我好,就不应该勉强我。 我只想留在这里。 魏无羡炸了,怎么眼前的人这么执着啊? 他说了不愿走了,还说了一大堆,当他没说啊。 要不是眼前的人是长辈,是恩人,他都快想上前敲醒这人了,听他说啊。 爱因,好,我明白了,你是个好孩子,江叔叔也不会再让你回去了。 江峰眠看着眼前几乎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,有心要挽留。 可是当触及到魏无羡眼底的坚定与疏远后,他突然就发现,这个孩子,与他们不亲了。 但也只是忘了而已,恢复了记忆,总归会回来的,蓝忘机如何看不出江峰眠的打算。 只是,若你不说魏英脱离了江家,他这些天陪魏英在外,真以为什么都没做吗? 多谢了。 客客气气地道了谢,魏无羡走到蓝忘机身边,衣袍的掩饰下,两只手悄然紧握。 在江峰眠离开前,蓝忘机提醒了句,小心温家,下一个开刀的,可能就是江家了,做好防范。 这便算是还了一部分的恩,他总不可能告诉江峰眠江家要被灭门了吧,怕不是会被人当傻子,有了防范,总不至于措手不及吧。 蓝湛,我们快走吧,回去还得哄你呢? 魏无羡嘟囔了一句,哄道吕真难。 都想破脑袋了,还是想不到招,为什么道吕哄他就这么容易? 一定是因为道吕太优秀了,什么都会,这才可以哄好他。 不用了,你已经哄好了,我很高兴。 蓝忘机轻声道,只要你站在我身边,我就很高兴了。 蓝忘机自方才起,便一直在担忧,他生怕魏英知道了他们不是道吕,索性没有,但,又能瞒多久呢? 啊,我还什么都没做呢? 原来哄道吕这么容易的吗? 魏无羡人有点晕,嗯,一定是因为道吕心疼他,不舍得他辛辛苦苦想怎么哄人。 道吕是全天下最好的道吕。 回到静视,看着蓝忘机又在安静抄书,魏无羡换了只手撑着下巴继续看,他又提前把书看完了,所以又开始了每天必做的,欣赏道吕的盛事美颜。 只是今日看得格外久,江家的来人让他心情难免受到了影响,需要多看看道吕才可以恢复呢。 魏英,你可以找点别的事情做。 蓝忘机感受着那炙热的目光,手中的笔迹不可见地颤抖了一下,一张快要完成的纸又要废了。 不要,看你比较让我欢喜。 魏无羡果断拒绝了,还有什么比看到吕更让人愉悦的是吗? 除非道吕亲亲抱抱举高高。 蓝忘机抬起了头,无奈地看着魏无羡,那别动,给你画符画。 好,魏无羡乖乖做好了,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蓝忘机,乖巧地不像画,让蓝忘机倒有些怀疑了。 先前让作画,魏无羡可是闹得很欢的,还非得看着他画,今日倒是,乖了。 蓝忘机画魏无羡时,其实根本无需怎么看人,人就在他心底了。 在心底早已描摹了千遍万遍,很快便能画好。 只是等他完工想要换魏无羡时,却发现,原本乖巧的人似是入眠了。 叹了一口气,蓝忘机把拿过披风便为魏无羡披上,但很快就察觉到不对劲了。 这哪里是睡了呀? 似有所感,蓝忘机看向窗户,一只小纸人正探头探脑的。 看到他发现了他,立刻就伸出了短乎乎的双手,要蓝忘机过去带他。 自己倒是动都不愿意动,似是有风吹过,小纸人晃了晃身子,坚决不要自己过来。 你呀,无端附身小纸人坐肾。 蓝忘机伸出手,让小纸人上去,偏生小纸人又跑开了。 蓝忘机目光随着小纸人的身影望去,才发现了在他方才看不到的角落放了一朵花。 花下还压着什么东西? 拾起那花下的纸,上面赫然写着,哄你呀。 看得蓝忘机啼笑皆非,哪里有人这样哄人的? 可是吧,看着小纸人努力地抱着比自己还大的花想要递给他的模样。 蓝忘机心软得一塌糊涂。 见蓝忘机收下了花花,小纸人高兴地转了两圈,随即就扒拉上蓝忘机没有收回去的手努力爬呀爬上了去,然后躺平了。 你这就累了。 蓝忘机轻笑了一下,明知这人在装可怜,还是忍不住哄着。 小纸人点了点头,指了指那比自己还大的花,然后又躺平了。 就差把那么大的花压在幼小无助的自己身上,只生艰难写在纸上了。 半想又想到了什么事的,突然就坐了起来,似是在看蓝忘机,然后指了指他的肩。 蓝忘机立刻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。 手上的动作不停,把小纸人小心翼翼地放在了自己的肩上,还把窗户给关了。 凉风徐徐,他怕一个不留神风,就把小纸人吹走了。 小纸人落在蓝忘机肩上后满意了,趁着蓝忘机不注意,悄悄贴脸脸,然后不动了。 回去。 蓝忘机轻声道。 小纸人动了动,旋即就轻飘飘地落了下去。 魏无羡一睁眼,便被突然放大的一张脸惊住了,还没反应过来,便被堵得严严实实。 嗯,道吕欺负人。 好像明白了,怎么哄道吕了。 过不了两日,魏无羡就又闹着要出去了。 难得的是,蓝忘机一口答应了下来。 他们要去的地方正是云梦。 蓝忘机怎么也没想到他都告知江丰眠小新温家了。 江家还是快没了。 他带着魏无羡来云梦其一世万一江家真的出了什么事,他可以出手帮一次,算是还恩。 当然,让蓝家来是不可能的,云深不知处现在都没修整好。 何况他享有了防备又怎么让温家为所欲为,但他真的没想到,告知了。 也就江丰眠不在而已,好像还是没什么变化。 真就让温家为所欲为了。 不得不说,好歹是个大家族,是真的弱。 当然,来云梦还有其二便是,若江家无事,他也好带着魏英到处走走,找即将到来的温潮算算账。 虽说现在的温潮还没来得及对魏英做些什么。 可是,他很清楚温潮和王灵娇对魏英的厌恶,若一个不小心被他们抓住了机会,他还不想魏英再次从那鬼地方走上一圈。 既然如此,把这些恶杀在摇篮中是最好不过了。 此时,两个都占了,一箭双雕,也还不错。